嗨 大家好 我是Joanne 我是Hana 歡迎收看科學小教室 那我們來一場科學體驗吧 你知道有什麼生物 比樹還要會吸碳嗎 我以為樹就是最會吸碳的了耶 不是喔 那讓我帶你去看看吧 好 走 Hana 你有沒有覺得我們現在出外景 天氣真的越來越熱了 對啊 可以感受到全球暖化已經步步逼近我們了耶 對 你知道嗎 聽說很多國家都宣誓 2050年要達到碳中和耶 沒錯 那這邊就幫觀眾們科普一下啦 碳中和就是碳補償的一種方式喔 那怎麼說呢 就是一間公司或者一個國家 他們排出了多少碳 那就是必須減少多少碳 來做成一個平衡喔 但可想而知這真的是非常困難 那有些公司會透過種樹 或是購買再生能源 像是鋒利啊等等 但是呢這些都比不上遠古的藻類 它的吸碳量喔 聽說是樹的六倍 六倍 沒錯 我們看到後面這個培養池 而且是我們現場的專頁在現場 那我們歡迎嘉賢 哈囉 兩位好 歡迎兩位來到我們圍爪養殖場 你看後面這一池就是我們圍爪最大池的 直徑30米的一個圍爪養殖池 它的容量大概300噸左右 然後這裡有不同各式各樣的一些反應器 等一下我們就到後面去參觀 好 那我聽說啊 像是樹木啊 或是森林 它是綠碳嘛 那這個藻類好像是藍碳 那可以請問你們就是一開始怎麼會發現說 微藻是可以做這種吸碳的呢 因為微藻它的吸碳的效率去樹木的 20倍左右 它的整個固碳效能是非常高的 微藻平均產生1公斤的藻體 它會固碳1.6公斤到1.8公斤左右 所以它被歸為藍碳的部分 所以藍碳是目前最高的一個等級 然後綠碳就剛剛你提到的就是一些樹木 或是一些森林它們所固碳的一些植物 然後再來環碳的部分就是一些土壤農業的部分 等於說它農業的部分 它其實會把一些碳源吸附在土壤裡面 所以我們稱為環碳 哇 這些微藻被養著在這些罐子裡 真的好美喔 兩位可以看到就是我們左手邊跟右手邊 都有微藻光生物反應器 然後左邊的話是我們第一天養下去的顏色 經過二氧化碳去吸收捕捉之後 會變成比較深的顏色 因為它把二氧化碳轉為它微藻的生物體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微藻收成之後 去做後端的應用 那是整個從第一天放進來 然後到可以收成 大概會花多久的時間呢 以我們管柱型的光生物反應器 大概錄到三到五天 我們就可以做後端的再去放大或是收成 是放到後面那個培養池嗎 對 開放式的培養池 讓它的量體越來越大這樣子 微藻啊 它整個循環經濟利用 它是怎麼樣的一個流程啊 有點好奇 最近有很多來找我們合作做補碳這一塊的 未來整個企業發展必須走向CCUS這一塊 然後在微藻可以做到CCUS這一塊 等於說我們把二氧化碳捕捉下來 然後把它轉為生物體之後 我們去做後端應用 包括我們可以做一些生殖人員 或是一些乾淨的CO2 我們可以做一些營養保健食品 對 然後再還有一些香妝品都可以 對 然後甚至可以說 我們把藻類去發酵 去做甲碗或青的這一塊 那像我們看到這邊好多不同尺寸的容器 它是有什麼區別嗎 有高有低耶 對啊 只是反應器的它的大小 然後當然有一些微藻它是適合跑道式的 像螺旋藻 它比較適合跑道式的一個養飾方式 那聽完這一些呢 我都很想要用擴實驗來更了解一下這個 循環到底是怎麼運作的呢 那我們就去實驗室吧 好 我們為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小實驗示範 以早如何透過光合作用 形成早體後然後產生氧氣 那首先這是石灰 大約在0.4克左右 它需要經過一天的沉澱之後才能到澄清的石灰水 那我們會利用澄清的石灰水來檢驗一下 二氧化碳是不是可以被石灰水所吸收 所以我們就要請兩位來幫我們做一個小實驗 加油吧 美氣了 它這邊已經很明顯了 對在家裡喔 看有中切不足 有有有 對 由此可以證實就是 它我們CO2真的是可以讓我們的石灰清的碳酸感好沉澱下來 中間這個就是我們的微澄 旁邊這兩個呢 就是我們剛剛的石灰水 那我們現在呢就把一瓶呢 我們平常在養枣的時候所需要鋪的CO2 這個氣體我們把它接上後看看是不是修徒真的被微澄所利用 我們現在可以看一下它已經有很明顯的差別了 嗯 直接護修徒這一罐已經很明顯的穩濁了 對 如果我們把修徒透過微澄養殖系統的話 再出來的氣體看它就乾淨了 那這個微澄它是長什麼樣子啊 有沒有什麼可以看的 微澄喔 那這是它液態樣子 如果我們把它乾燥後 泰台 泰台 就是 對對對 沒有像抹茶粉 好那現在我們就透過顯存劑來看一下微澄在顯存劑 像是長什麼樣子 嗯 好 它很像一片一片就是剛剛我們看到那個 喔 好有趣喔 對啊 有一個那種細胞小漿那種感覺 對 真的好像在上生物課 嘿嘿漢娜 生物課還沒結束喔 Eta還親自示範了從澡盤去純澡 進行微澄純化的方法唷 我們固態跟液態都培養完之後 後續的微澄應用我們要到下一站去囉 走 走 走出實驗室了解原理後 剛剛魚娃有提到微澄可以用於沸水處理 該怎麼做呢 Joanne我們一起帶觀眾去看看吧 歡迎兩位來到我們洪金公司鋼山廠 我們想要請問你洪金公司是在做什麼的呢 我們洪金公司是一個專業的資源回收工廠 我們收取的這個資源主要是來自於煉油廠的脫流觸媒 讓它裡面的有價金屬再回收 也達到循環經濟的一個目的 喔 那我們想問一下廠長 那個微澄是怎麼樣來處理重金屬 是啊 在提取金屬以後 因為我們沒辦法百分之百的幫它回收回來 所以有部分的這些金屬會殘留在我們的生產過程尾端的廢水裡面 那因為廢水的排放呢 園區或者國家有它一定的管制標準 那為了符合這個標準 微澄在這個地方就發生發揮它的效用 可以把這個金屬抓到符合廢水排放的標準 那想問一下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若使用微澄的話 然後微澄呢 在這方面它的優勢就多了 第一個它不用先做水質的全處理 微澄本身可以適應各種水質處理以後 也不需要去添加高分子跟混凝器這些東西 這個微澄呢 我們倒進去之後 讓它運轉十分鐘之後 就可以做排放了 所以這也是微澄一個很大的優勢 作業時間短 沒想到微澄在廢水排放這一塊 幫助超大的耶 分析二氧化碳還可以吃重金屬喔 太強大了 那我們剛剛看完了微澄處理工業廢水後呢 哈娜妳接著要帶我們看什麼呢 聽說微澄也可以用在農業裡頭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來拜訪科技小農蟹大哥 他希望他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些微澄的相關知識喔 那我們這邊是彩虹家鄉有機農場 應該是我們現在是全台灣設備最好 在有機巴熱的操作技術裡面是最高端的 真正菌白漿菌啦 黑漿菌啦 耍蛙 還有蛋子菌 蛋子菌它非常強喔 我們用菌的成本喔 可以省掉百分之七八十的成本 而且它的 失敗機率很低 所以有的一些病蟲害喔 在我們幽肌的這些喔 的一些菌種喔 幾乎都可以百分百 來做液態擴賠 CP值很高 那我們也培養出號稱 西門吹雪有機巴熱 這個是全太陽系最強的 你們剛剛都自白自白 超棒的對不對 絕湖吹水 絕湖吹牛 西門吹雪吃過的都收讚 受益我收到這個整個成大團隊的培養集 這個受益很高很高 其實兩位大哥畫家子打開 真的說了好多關於培養菌種的知識喔 還大大的稱讚了圍爪要如何更容易去擴培的優點 現在呢還要帶我們去開用手機 一鍵按下去就自動種植的方法喔 那剛剛兩位大哥說是科技小農嘛 那是不是要幫我們示範一下說 要怎麼用科技化的方式來 把這些植物種得更好呢 好像這樣子 那我們看到的整個菌都會從很均勻的 那散佈到我們的田間 你有沒有看到非常非常均勻的菌 當主任在吃的時候我順便介紹一下 您看一下這是由微藻菌所培養出來的 它的紙和肉的厚的比例是不一樣的 真的耶 它的肉相當的厚 然後呢它的甜度我們都控制在 九度半到十二度半 然後它的脆度是特別的好 非常非常好我們可以請主任試試看 好 所以我們這一顆菌樂就是像剛剛我們在談的 我們把它號稱西門追寫有機菌樂 超甜的 全太陽系最強的菌樂 大家應該很想吃吃看 對對對 我們遠到屏東拜訪充滿熱情的謝大哥 吃到靠腦袋以及微藻技術 養出來的太陽系最好吃芭樂 真的非常幸福 也很敬佩他們在種植芭樂的技術 真的是高手在民間呢 哇那我們去了這麼多地方呢 從成大的實驗 了解微藻是怎麼樣進行光滑作用 那去木業以及廢水的運用 以及最後農業益生菌的利用 那我們這整體呢 其實就是一個循環經濟喔 沒錯 那我剛剛聽說啊 其實化妝品啊 或者是健身用的一些蛋白粉 也是可以運用到微藻的喔 所以我們就邀請到了台塑企業的 劉總經理來到現場 歡迎 是 謝謝 那我想很多人對於所謂的微藻的運用都很好奇 那如同我先前所講的 我認為微藻是一個綠色減碳的生態鏈 最重要的一個元素 所以它不僅可以減碳 也可以應用到所謂的廢水處理 那更可以應用到我們所謂的生技產業 不管所謂的保健品或保養品裡面 都大量的引用了所謂的藻的一個萃取 因為它裡面富含了包括藻晶 葉黃素 蝦黃素 維生素 維生素 V12 甚至Omega 3 是一些很重要的單元不飽和優質 所以這些呢 不管應用在我們所謂的保健品 像荷藻糖膠 有的研究是說它可以抗腫瘤 那我們把它應用到一般的保健品裡面 它是可以延環老化 可以有所謂的抗腦 那應用到保養品裡面 像我們的台塑生衣的產品 裡面用了很大量的一個藻的萃取精華 可以有抗皺保濕修復的一個功效 所以事實上 藻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東西 真的 剛剛聽到抗皺的人 和那眼睛一亮 是的 我們都想買了 所以後製啊 就在針對化妝品 還有這種保健品的運用是非常多的 是的 我想這個已經全球的趨勢 我們很多的原料都會從大自然裡面來取得 那我們透過這一次跟成功大學的合作 從成立的包括成浩跟綠燦公司 不僅可以幫台灣在靜零碳排 還有一些農漁木的一些運用的部分 還可以跨入到生技保養保健的產業 都可以來運用它 那謝謝今天呢 劉總為我們介紹這麼多圍剿的運用 那我們這一集的科學小教室 也就到這邊結束囉 觀眾朋友們呢 如果還想要知道什麼科普知識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們 而且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沒錯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啦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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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iku修 我們的詞文章 在裡面 滿詞文章 在裡面 有嗎 你 不知道